欢迎收看时事中国 强烈热带风暴潭尾 预计明天进入南海东部海域 福建和海南已经发出台风预警 受潭尾和冷空气南下共同影响 内地多地气温明显下降 福建沿海受到潭尾外围环流影响 风力持续增强 预料将会出现最高12级的阵风 部分海域或者出现超过5米高的巨浪 认相关部门要求 大批渔船已经回港避风 并且安排养殖鱼牌的工作人员撤离 中央气象台也预料 潭尾周末起为海南等地带来大风雨 当地政府已经提前通知民众 做好防台风措施 海空来了我们要做好准备 受到冷空气影响 北部地区近几天气温急降 星期三也是24节气中的双降 部分地区气温就急跌10度以上 吉林省多地气温达到冰点 即是摄氏0度左右 工业企业陆续调整设备 为民众供应暖气 临江市近千间房屋 7月因为水灾受损 降得及在这波冷空气来袭之前完成维修 居民不需要挨动 内地气象部门就预测 星期五将会出现新一轮冷空气 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将会进一步下降 降幅最大达到8度 无线电视机者 陈雪宜报道 内地电讯设备商华为 发布中国第一个手机作业系统 是继苹果、iOS和Android之后 全球第三大手机作业系统 专家说新系统在技术上实现自主可控 大幅提升系统的安全性 华为星期二在深圳正式发布原生鸿蒙系统 说这个系统在续航时间 安全和私隐保护等方面 都属于行业前列 同时实现了手机、平板电脑、 汽车座舱等多设备 多场景的互联互通 现在支援那个系统的设备数量 已经超过10亿 并且和全国超过300座高效合作 加快技术研发速度 非常非常快 我们再用两三个月的时间 可能我们鸿蒙原生的整个生态能走向陈述 华为在2019年发布的鸿蒙系统 由于使用了Android代码 因此兼容部分Android应用软件 而新发布的原生鸿蒙系统 由核心、数据库 到AI大模型等 都是全面自主研发 实现了国产操作系统的自主可控 大幅提升系统的流畅度和安全性等 原生鸿蒙发布之后 成为既苹果iOS和Android之后 全球第三大移动操作系统 苹果公司行政总裁富克 现身北京 同工信部部长金藏龙会面 苹果公司行政总裁富克再次访华 今次同工信部就在华发展 网络数据安全管理 云服务等以提交换意见 工信部部长金藏龙说 近年中国有罪扩大电信领域对外开放 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创造新机遇 将会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希望苹果公司继续深耕中国市场 加大创新投入 和中国企业一度成长 共享高质量发展红利 富克说 苹果公司愿意积极把握中国对外开放的机遇 持续加大在中国的投资 助力产业链供应链高质量发展 除了工信部 富克今次访华 亦都到过新浪微博总部 和微博首席执行官黄高飞等交流 参观过北京信义的有机农场 又和北京摄影网红陈曼 在北京湖同漫步 用苹果新型号手机自拍 富克又到过王府井的苹果零售店 和顾客和团队见面 富克在今年3月中 出席上海苹果旗艦店开幕仪式 当时曾经与商务部部长黄文涛会面 就中美经贸以提进行交流 双隔半年再度访华 外界相信 富克希望为苹果人工智能服务 落地中国铺路 无线电视机者 陆平报道 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将在下个月5日开始 一年6日在上海举行 商务部说 今届会继续向多个不发达国家提供免费展位 商务部公布 今届进博会主题是新时代共享未来 有15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 总展览面积超过42万平方米 其中企业展占大约8成半 参展的国家、地区和企业数目都创下历史新高 通过举办进博会 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政策宣示 充分彰显中国推动建设开放性世界经济的决心和信心 针对发展新质生产力 每场首都设立新材料专区 同时扩大创新枯发专区的规模 赞博会也会向参展的37个最不发达国家 提供120多个免费展位 进博会一直秉承能力命运功能体理念 致力于发挥国际公共产品作用 直接举措是助力最不发达国家企业进入中国市场 融入全球经济 今次会同时扩展非洲产品专区的面积 第一批展品包括来自南非的牛油果等 已经运到会场 会场的布置期将会持续到下个月4日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宜报道 这次《时事中国》讲到这里 开启中心 你 就像很久 经讨过来自日地 XXXD 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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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